OK,好,那么学到这里呢,我们就要给大家来总结一下我们所讲过的所有的字母组合。 你会发现003男讲了这么多,最后一复习的时候,哎,好像也没有太多,是吧? 哎,其实是可以接受的哈。 那我们来看一看法语当中的相应的字母组合到底有哪些? 我们已经在上一节里面呢,给大家总结了单个的字母,也就是在字母表当中的单个字母, 它们放在单字当中对应的发音。 然后呢,又给大家总结了,哎,13个有特殊音符的字母,放在单字当中如何发音。 那么下面呢,我们来给大家总结特别特别常用的,也就是最高频的字母组合, 它们放在单字中发音是怎么样的。 那么这三张表格搞定了,大家基本上法语的这个最80%的最重要的最高频的发音,你就搞定了。 那么剩下第三节,我们要给大家讲的就是特殊的发音。 好,那么遵循完这个小规律,大家就可以自己来拼读法语单词和朗读法语句子了。 你的法语一定会说的越来越懂听。 好,那我们去来看一下,复习一下啊,我们已经讲过了哪一些字母组合。 我的要求是,你在复习几遍这个视频之后呢,你就可以看到这一边的字母组合,能够非常流利的说出它的发音,而不应该去对照音标了。 你就可以把音标扔掉了啊,因为音标只是一个拐棍帮你入门。 OK,好,那我们就按顺序来过一遍。 首先,第一个组合呢,A1的组合等于E1的组合。 好,如果你还记得它的发音的话,音标就没有必要起了啊。 好,那它的发音叫做A,所以连起来呢,都在结尾,不发音这两个词。 第一个叫做Ferre,第二个叫做C'est-ce-ne, très bien,Ferre,C'est-ne,很好,来,为了以便有的同学呢,没有记住,我就把音标写在这个地方啊。 A1等于E1叫做E,E,Ferre,C'est-ne,C'est-ne-he。 好,下一个欧语的组合,它的组合读什么,还记得吗?叫做U,是吧?非常好。 来 接下来 爱情叫做 阿 慕 你好 bon jour 很好 阿慕 bonjour 发作 好 接下来 阿语等于 额阿语 他们两个有一个发音 OK 叫做一般来说呢 发作 是吧 如果要中读的时候 比如说在 这个音的前面 或者是 在词尾的时候 发作 OK 这个是自然而然 就会中读的 你不用特别的去纠结它 叫 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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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额阿语在结尾了 所以应该中读一下 不 不 很好 看点 好 下面 欧语放在一起 是一个惊讶音 OK 读做 哇 OK 太棒了 哇 好 所以第一个是 L'O 第二个 S'O 第三个 V'A L'O S'O V'A 很好 下一个 R'U 和O'O L'O 合在一起 它们也是有两个音的 一个叫做 OK 这两个音比较难发 好 中读的时候 自然而然读成这个 就跟上面的这两个是一样的 好 一般来说 发作 R' R' 发R' 口型笼原 R' 然后中读 也就是在字音的前面 或者是在 词尾 发作 R' R' 很好 S'E'R' S'E'R' 看表 好 下面呢 是 OK 四个符 这个鼻音 四个鼻音 首先呢 是这一组鼻音 它的音标呢 应该写成 O' 对不对 大家还记得吧 发O' 好 联起来 L'O' L'O' 好 O'N呢 和O'M是一样的 发作 O' 好 这一组叫做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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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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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看下面这一长串 这一组呢 需要你经常的看一看 然后后面四个呢 实际上是比较好记的 E和希腊E是一样的 然后加上M和N呢 代表鼻音 注意不发音 发的是 安 OK 连起来 这组的发音叫做 安 好 S' S' F' F' T' T' 好 这一组呢 音标上写的样子 是这个样子 实际上这两个音呢 跟上面这个安是趋同的 我们不再做特别的区别 叫做 也叫 安 来 香水 B'A' F' F' B'A' T' T' 好 再往下 这个组合 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 那Ella讲过呢 凡是法语当中 英语当中 以这两个组合来结尾的 证明都来自于法语 所以呢 英法两门语言当中 以这两个组合结尾的词 意思是非常非常接近的 甚至是完全一样的 他们的发音叫做 S' OK S' 来看一下 应该如何来读啊 第一个 热情 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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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个 民族国家 N'A' N'A'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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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个组合 第一个呢 读作 于不发音 于不发音 一定要注意啊 第一个叫做 G' 第二个是 K' 第三个像大象鼻子一样 叫做摩擦 对吧 N' N' 非常好 来我把最后一个的音标 写一下啊 因为前两个你一定会写 OK 好 就是这个 N'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 日语发作 G' 所以连起来是 G' G' 好 Q语发作 K' 遇到原因要浊化 Q' Q' 好 后面这个 M'otard N' M'otard N' 好 就是三号 M'otard N' T'ai bien 好 再往下来 一样 和 One 好 依然还是鼻音 我们把音标 写在这个地方 好 第一个组合发作 一样 第二个组合发作 One OK 就是One TwoThree的One 好 来看一下怎么读 第一个 意大利的 一 Italian Italian 好 下一个 因为它发的是One 所以连起来是 算 算 很好 来 最后一个 El和 Ell 注意这是个组合 要优先读 那读成 E或者是 E 对吧 第一个读作 E 半月一 第二个读作 E OK 前面加个E 好 第一个工作 Tawai Tawai 第二个家庭 Famie Famie 好 注意后面这个Ell的发音 前面如果没有原因了 直接读成E 如果有原因 只读一半 读作E 好 这就是我们讲过的所有重要的字母组合的发音 不知道大家掌握的怎么样 来 这边呢 我再领读一遍这些单词 大家再跟我 能够从单词当中直接辨识出 这一个字母组合 是特别特别关键的一件事情 好 我们直接抛开这边的单个的字母组合 假设就是大家都已经掌握了 然后我们直接从单词入手 试一下 你跟我读 或者是呢 比我超前来读 然后用我的发音来印证一下 你的发音是否正确 好 来看一下 第一个叫做 Fair Sain Amour Bongjour Laura Beau Loi Sois Voir Leur Seur Lampe Anti Fond Ombre Sain Fain Parfum Passion Nation Guerre Qui Montagne Italian Sois Travail Famili OK OK 好 这就是我们讲的所有的字母组合的发音 OK 为了庆祝一下我们已经学完了这么多的拼读规则 包括字母表特殊规则 以及刚才我们讲的字母组合的这个表格 那我们下面呢就要来奖赏一下自己吧 利用大家学会的发音规则呢 我来教你唱一首歌 希望这里面的句子都是由你自己拼读出来的 好 这首歌呢是非常有名的一首经典老歌 相信大家呢在咖啡厅里面喝咖啡的时候 偶尔就会听到这样一首熟悉的歌曲 OK 这首歌曲的名字呢叫做 爱情是 后面那个颜色你还记得吗 是蓝色的对不对 有一点淡淡的忧伤 首先我们先来拼读一下这一个句子啊 就是爱情是蓝色的 相信你可以拼 你一定要在我说之前就把它拼出来 可以暂停一下视频尝试一下 好 首先提示一下欧语的组合读作 很好 那么爱情叫做 好中间这个呢 如果你记得这就是生活叫 那么中间的 永远发作 永远发作 就是英语的 是 是的意思 爱情是蓝色的 俄语的组合在结尾发作 所以连起来呢 这个句子叫做 还没有说完 那我们现在呢 是慢慢的从单词的拼读 跳到句子的拼读 那么这个时候 你就要注意 跟单词拼读不一样的地方在于 法语讲究 连音和连诵 也就是尽量能够让所有单词 连成 一个语流下来 那你会发现 这里的A是原音开头的 后这里呢 有一个R是辅音 所以呢 那我们就要做的情况呢 就是把R和A合在一起 好 连起来就是 L'amour est bleu L'amour est bleu OK 好 这里呢 实际上是轻轻连读在一起的 读快了可以连 读不快 分开 没有问题 L'amour est bleu 太棒 好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这首歌在说什么 好 甜蜜的 甜蜜的 爱情是甜蜜的 甜蜜的 就像我的生命 我的生命在你的B绑当中 好 温柔的 温柔的 或者翻译成甜蜜的 甜蜜的 爱情是甜蜜的 甜蜜的 就像我的生命 我的生命就在你的身边 好 OK 首先为了让大家能够把这段 这个歌词非常顺利的自己朗读出来 那我来帮助你做一些小处理 首先大家会发现 第一段小歌词呢 X凡是标成红色的都是不发音的 因为辅音在结尾 除了惩罚律人都不发音 O在结尾不发音 好 你会发现 这样看起来会比较清晰一些 其次提示的是 O U O U的发音 就是一个组合 叫做 O U 对不对 那我相信到这里为止 你是可以自己把它拼读出来了 好 那为了鼓励你一下 先听 我问老师给你唱一遍 这首歌的名字 L'amour est bleu 好 我们开始 Dao Tao 我们一起来练习一下你的拼读规拒 我们一起来学会怎么唱它 好 那我先 来隐藏几个单词 这样子呢 你会觉得 要做的任务不是很多 标成红色的是不发音的 标成蓝色的是发乌这个音的 那我们一起来试一下吧 好 甜蜜的这个词叫做 都乌度 都乌度 所以连起来是 度 度 OK 好 爱情是甜蜜的 拉 母 喝 非常好 来继续啊 还是要注意 一个音节 一个音节的来拼读 记住法语 是等音节等量原则 叫做 这里有一个连音 要把它连在一起读 最后是 度 OK 四个音 度 度 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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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下面 度 依然还是这个音吗 后面这个 儿子在结尾 是不发音的 所以 C在 儿前读的是 斯 所以前面这个词 叫做 度 子 度 子 OK 度子 加上 还记得吗 应该连读 对吧 这跟这里一样 要连读 所以连起来是 度 子 继续 而在结尾 不发音 度 子 马 继 很好 度 子 马 继 好 前三句 重复一遍 度 度 拉 母 嘿 度 度 子 马 继 很好 非常好 好 下面一句 第一段的最后一小句 度 子 马 继 马 继 OK 好 后面这个呢 叫做 在你的 臂膀当中 也就是英语当中的 in your arms 然后对应 一对应 这个词就是英语的 in 在什么里面 那s呢 是不发音的 红色标的都是不发音的 rn的发音 请你告诉我 应该怎么读 还记得吗 rn的发成 rn对不对 所以连起来 在什么里面叫做 rn rn 后面这个我来读哈 因为你还没有学这个特殊发音 读做d d OK e s 发a的音 e s 在多音节的词当中 是不发音的 直接化掉 在单音节 也就是只有e s 这样的词当中 永远发a的音 我们在第三节 特殊规则里面 会给大家讲到它 好 对 最后一个 b 请你自己拼 b ha v mah v tang d bha tai bien 就是这里的发音 它读作 an 我认为你可能会忘记它 这里呢 发的是 a 好 连起来第一段就说完了 那我们可以 先听我们老师 非常流利的 来给大家朗读一遍第一段 t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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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一段是完全一样的 好 最后一段不一样了 这个是我的生命在你的臂膀中 这一句话说我的生命在你的身边 大家注意 最后三个词对应到英语当中 它对应的是 next to you 就是在什么的旁边的意思 好 完全一一对应 好 马 维 S的结尾不发音 E呢 上面加一个往右标的一个 accent 应该读的是A 对不对 所以连起来是 PRE 对了 发P的时候同时正常小舌 PRE PRE PRE这个音 PRE 下面是D 好 惊讶音 连起来是TRO TRO 很好 马 维 PRE TRO TRO 那这首小歌我们就说完了 再跟我一起从头读一遍 P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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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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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大黄金发音规则 好 那么这三个表格 首先是指的26个字母 放在单词当中的 一对一 或者是一对多的发音 我们首先来复习一下 首先第一行 叫做 A E E O U 好 第二行 注意 S在两个原因字母之间 要发字的音 好 下面 G呢 只发一半叫做 R是永远不发音 R是法语的特点 小舌音 X 擦音 永远都要发音 好 记住下面这三个呢 是不太常用的字母 那Q呢 这个词 它只有在词尾的时候 才会单独出现 而且仅仅出现在两三个单词当中 只发刻的音 学到那个单词背起来就可以了 W呢 是 所有以W开头的词 都不是法语本原词 都是外来词 按照外来词的发音 来读它就可以 Z就读作 Z 好 下面四个单字母 放在单词当中 是整个26个字母当中呢 最复杂的四个发音了 因为它们是一对多的发音 R呢 有两种发音 在音节的末尾发作 R 不在音节的末尾 要中读 发作A 另外还有关它的标号的问题 我们过会儿再复习 X 有两种发音 第一种是轻读 叫X 后面如果出现了原因 就要着化 叫做X 好 C呢 有两种发音 跟Z呢 非常的相像 在辅音 以及 A O Y的前面 它应该读作 读作 K 好 如果在 E 一个 读作 S 好 Z呢 也是这样子 如果在 R O U 和 辅音的前面 读作 G 好 如果在 E 一个 前面 读作 R 好 这两个的发音尽管复杂 但是呢 它们跟 英语 非常的相似 如果你在读的时候 忘记了 你可以借用 英语的某一个单词 来提示一下 自己应该将它 归到哪一类发音里面 好 这个是字母表当中的 26个字母 对应的发音 之所以没有按照顺序来 就是因为 这样打论顺序 每一组 都是有规律的 会帮助你 很好的 高效的 去记忆它 OK 接下来呢 我们讲完是 特殊字符的发音 好 大家还记得 阿 伊 欧 欧 极其变形 发音不变 都叫做 阿 伊 欧 欧 所以我们讲过 特殊字符呢 实际上 与意义有关 与发音 基本无关 好 所谓的无关 实际上是大部分的情况 好 依然还是 阿 伊 欧 欧 C下面加一个软音符 永远读作 斯 没有其他任何的变化 比较难的地方呢 有两点 第一点呢 就是 上面的各种小发型 比较多 那除了标称红色的这一个 它应该读作 A 也就是标号向左撇的读作 A 剩下的都发作 A 大口的A 这个发作扁口的A 好 第二点你要注意的就是 这三个词 上面呢 出现了两个小点 两个点像眼睛这样的 管它叫 我们把它叫做分音符 所谓的分音符就是 永远不可以和其他的字母 构成组合 只能单独来读 好 如果你还有印象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词 好 你会发现 这个A上面有两个小眼睛 分音符 所以不可以构成组合 只能单独来读 叫做 No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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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再来一个 后面上面加两个眼睛 对不对 A本来应该合成A 这个音节 一个字母组合 但是因为有分音符 所以不能放在一起 叫做Mais S是一个特殊发音 要发音 Mais OK 好 这是特殊的字母 大家记住 A E O Y 机器变形 永远都发 A E O Y 然后C下面加尾巴 发作 S 要注意的两点 第一是 E的发音 除了往左撇的发作A 其他的叫A 第二点就是带有分音符的 永远是单独来读 OK 这是特殊字符的发音 好 接下来呢 我们要看的是这个字母组合的发音 那我们就不再重复了 因为刚刚复习完啊 大家记得 这些字母组合 是我们要牢记的 因为它们出现的频率 非常非常的高 好 这三张表格 加上我们讲的四大黄金 发音规则 额再结尾不发音 辅音不发音 除了成法利人 阿始永远不发音 以及相同的两个字母 只发一个字母的音 其中一个不发音 实际上就是不发音规则了 好 那么这样子呢 80%的法语评图规律 你都掌握了 好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要给大家讲的是 第三节的内容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下转发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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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